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楚寒只是哥们 承舟杜冲沈漾宠溺一笑 笑死了 我和他处了六年 什么都做了 归来却仍是兄弟 看着他们你浓我浓 相拥走向酒店的背影 我终于死心了 转过身 我边哭边将承舟杜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拉黑 我正低头抹眼泪 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 在我的头上照下一圈阴影 抬起头 是被称为月圈太子爷的梁霄 他身高一米八五 五官精致且深邃 在阳光下帅得耀眼 真巧啊 在这碰到你 整天跟在成州肚屁股后面的小田狗 梁霄这家伙向来说话难听 你哭了 梁霄低头看我 发现我在哭 声音忽然柔和下来 没有 是沙子进眼睛了 我红着眼睛倔强道 梁霄是成州肚大学时的室友 我去找成州肚时和他碰过几次面 当时 我感叹 真是个冰山帅哥 大学毕业后 成州肚创业 我当了他的秘书 彼时 成州肚和梁霄在生意场上成了竞争对手 我也不免经常和梁霄碰面 梁霄眯起眼睛 朝成州肚搂着沈阳远去的背影看了一眼 立马明白了 楚寒 你要还继续爱 就不是单纯的恋爱脑 而是诸挠了梁霄的嘴巴像脆了毒的刀子 有钱人都这么没情伤吗 梁霄的话让我受到一万点暴击 不过 梁霄这话也没说错 我确实傻得可笑 我和成州肚是高中同学 后来又一同南下 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对他真正动心 是在高三那年 当时我打篮球意外导致韧带受损 差点和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 市里看诊的专家都说 我的韧带废了 治不好了 身为好友的成州肚比我还急 动用了父母所有的资源 带我去京城修复了韧带 楚寒 说好一起考南大 我不允许你丢下我少年的一句真情流露 击打在我的心弦上 后来成家破产 成州肚父母被逼跳楼 酒肉朋友对他视而不见 恋人沈漾也居伸援手 他坠入低谷 只有我还陪着他 从那以后 他把我当作救命稻草 我也自认是他的救赎 我在一幢废弃的楼里拦住了要自杀的成州肚 发誓陪他重振家业 为了给成州肚攒启动资金 我吃着馒头咸菜 在工厂干着重体力活 当我把存有五万块钱的银行卡塞进成州肚手里时 他流泪了 楚寒 你为了我这么辛苦 值得吗 我点点头 在心里默念了一句 值得 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 楚寒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 可我现在一无所有 等我成功了 我会光明正大向你求婚 成州肚向我承诺 成州肚很有商业天赋 大学毕业两年后 创业成功 坐拥千万自产 我以为在苦难中磨砺出来的感情会更坚定 以为真诚是必杀计 但撕去纯爱战士的面具 才发现我只是小丑 当初抛弃他的沈阳一回国 我就被气如鼻履 我去找成州肚要解释 他躲起来不见我 直到今天 他在沈阳面前羞辱了我 还说我和他这六年只是朋友关系 楚寒 想爱上报复游戏吗 梁霄打断了我的回忆 大学时 梁霄和成州肚虽是室友 关系却很恶劣 现在 两人在生意场上又有很多利益纷争 尤其是最近成州肚试图和梁家抢一个很重要的招标项目 好 我一口答应 我一项敢爱敢恨 凭什么成州肚伤了我的心 还能毫发无损 为了保证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先带你发泄一下不好的情绪 梁霄对症下药 领着我朝篮球场走去 站在球场的那一瞬间 对体育那熟悉的热爱又涌上心来 成为成州肚的秘书后 他不许我再去打球 天天让我穿着短裙套装 踩着高跟鞋 他说 楚寒 我不喜欢粗鲁莽撞的女人 我希望你置信智慧一点 多读点书 从此 我就再也没打篮球了 沈阳回国后 我才发现 我的穿衣风格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这些服饰全都是成州肚买给我的 楚寒 你一个替代品 拿什么和我争 沈阳唇边那抹讥讽的笑让我的心 像被蜜蜂折了一下 肿胀酸痛 梁霄摘掉了他的金丝边眼镜 换了一身篮球服 露出带着结实肌肉的双臂 一开始 我的动作有些生疏 但很快就找到感觉了 对抗越来越激烈 我和梁霄针锋相对 这球打的 怎么感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看球的人说 这场单挑打到最后 我狠狠运球 来了个半臂扣篮 拉爆全场 好 精彩 掌声雷动 我得意洋洋 感觉到身体里跃动着久违的热血 下一秒 我就遭了殃 落地时 不小心崴了脚 身体不受控制 朝后倒去 小心 梁霄扑上来 用手护住我的头 我俩一起随着惯性倒下 梁霄为了护我 手臂被擦伤了 我很愧疚 梁霄眼里却闪着兴奋的光 果然打一场篮球 你就回来了 这才是你呀 楚涵 听到这句话 我愣了 是啊 为了一个成周度 我丢失了多少自己 成周度打电话来 语气理所当然 楚涵 你离开公司吧 你在这里会影响到我和沈漾的关系 进了公司 几十双眼睛锁定了我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或戏谑或同情 男人真无情 这招卸磨沙驴太狠了 怨不得别人是楚涵自己傻 不顾一切的牺牲 只会为大男人的胃口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想收拾东西 却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我想带走的 毕业后 我建了成周度的初创小公司 不是陪他跑业务 就是处理各种杂事 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底喜不喜欢干这些 只想着我多承担一点 成周度就可以不那么辛苦了 走出公司时 恰好看到沈漾从保时捷上下来 手上还带着一颗大大的粉钻 我盯着这枚耀眼的钻戒 只觉得刺眼 之前偶然发现成周度的订单后 我无数次在内心或窃喜或期待 朋友也笑着说 楚涵 你看成周度对你多好 过段时间 他肯定要偷偷来跟我们商议求婚的事 现在想来 我真是自作多情 成周度对我的感情从来不明确 礼物很少送 表白也很含蓄 对沈漾这个白月光 他却爱得直白 在他低谷时 沈漾连一个眼神都没给过他 但他一回国 两人就就情复燃了 这恐怕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我躲开沈漾 他却眼尖地将我拦住 沈漾抚了一下卷发 从包里掏出一张情帖 楚涵 婚礼在八月 欢迎你来 毕竟我老公说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朋友二字 被沈漾咬得很重 看来他早就明白一切 成周度这种垃圾 留在你这种垃圾箱里也挺好的 我不客气地挑破他茶里 茶气的伪装 你 沈漾被我呛得说不出话来 我懒得和他掰扯 转身就走 过了一个星期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 就被一通接一通的电话吵醒了 楚涵 你怎么把我全网拉黑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分钟 传来成周度的声音 装傻有意思吗 什么原因你会不知道 我冷笑 你是在为沈漾那件事生气吗 我可以解释 我之前对你的承诺都是真的 可当沈漾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根本没法控制自己 脑海里都是他的影子 楚涵 你原谅我吧 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成周度的话让我越听越恶心 被强制挂断前 成周度仍然一句道歉都没有 楚涵 你不要这么计较 理解我一下行不行 你以前不是最理解我了吗 后面几天 不少共识过的同事陆陆续续打来电话 他们都是被成周度逼着来劝我的 对此我总结出一条真理 不要脸的人自有一套旁人无法理解的逻辑 就像颜真从不内耗 我一个人去了影院 想放松一下心情 走之前 发了一条朋友圈当作重启人生的纪念 以前成周度不肯陪我看电影 他觉得我喜欢看的电影都很肤浅 我刚找到座位 却看到梁霄也在 我愣了 好巧啊 梁霄 梁霄只回了一个N字 电影开场 我抱着一大捧爆米花 嚼得嘎嘣作响 电影看到三分之一 我开始绚手里的爆米花 刚把手伸到爆米花盒里 却碰到了另一只手 梁霄居然把手伸进我的爆米花盒 我一愣 忙把手缩回去 梁霄 你好没边界感 梁霄瞅着我 眼神略带委屈 似乎在说 我真的不可以吃吗 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点无情 把爆米花连盒直接塞进他怀里 吃吧吃吧 没关系的 几天后 我找到了一份篮球教练的工作 教出高中的学生打球 梁霄好像很闲一样 经常跑来 给打完球 大汗淋漓的我滴上一瓶水 学生打去 大哥哥 你不打球 老来这干嘛 梁霄笑了 打球不如看美女 我脸下红了 心想 这只有我一个女的 梁霄难道是在夸我 紧接着 我就赶紧把这个想法驱逐出了脑海 恋爱脑已经害惨了我 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下班后 我还是很郁闷 经常一个人在烧烤摊 疯狂炫烧烤喝啤酒 有一天傍晚刚喝完酒准备回家 天上忽然下起雨 我被淋成落汤狗 又想起这段失败的感情 积压的情绪一瞬间彻底爆发 在雨中嚎啕大哭 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 黏在脸上 我感觉自己狼狈不堪 这时 忽然有人把外套罩在我头上 我抬头抹泪 看见梁霄挺直身子 用手提着外套撑在我头上 看我哭得很 他犹豫了一下 伸出一只手 将我搂住 不知是心力焦脆 还是我潜意识里对梁霄的信任 我不仅没有推开他 反而把脸贴在他胸口 咚咚咚 我感受着梁霄身体里传来的心跳 拼命索取着他身上的一点云温 他的手慢慢从我的脊背攀上到我的发顶 轻轻揉了揉 鬼使神拆的 我一把扯下他罩在我们头顶的外套 点起脚掰着他的下巴吻了上去 大雨倾斜 我们吻得专注 几乎难舍难分 我拼命掠夺着梁霄的氧气 把他的下唇都咬破了 他被我吻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你们在干什么 成周度的保时捷突然从雨幕中冲了出来 他下了车静止朝我们走来 将我和梁霄硬生生扯开 我亲我女朋友 关你什么事 梁霄脸黑了 冲成周度挑衅一笑 接着 他修长的手指在我的唇上倾点一下 替我擦掉嘴角的阴丝 楚寒和你在一起了 成周度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 他用求助般的眼神望向我 这不是真的 对不对 我不置可否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我想送去你家 可你不在 我一出来 就看见你和梁霄抱在一起 我好难过 寒寒 我不能失去你 回来好吗 成周度抓着我的手不放 收下我的礼物 我们和好吧 我想你了 他浑身被雨淋的湿透 嗓音也染上哭腔 换作以前 我肯定会心疼得不得了 但现在的我已经明白了 爱人先爱己 滚 别烦我 我退开他 楚寒 如果你不原谅我 我就在雨里一直跪着 我发烧了 你就会来帮我换衣服 给我煮粥 对不对 成周度依然执拗地拽着我 这是白天 先别做梦 我冷笑一声 甩开他 牵着梁霄走了 后来梁霄幸灾乐祸地告诉我 那天成周度驴脾气发作 在大雨里跪了一下午 直接发高烧 被救护车拉走了 嘲笑完成周度 梁霄问我 楚寒 现在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睫毛一颤 声音低得仿佛蚊子在叫 还能是什么关系 朋友呗 那天主动吻了梁霄以后 我怂了 好几天躲着不敢见他 今天梁霄直接来读我 问我是不是不想负责 我叹了口气 那天是我一时冲动 对不起 梁霄垂下眼帘 神色灰暗 声音也在颤抖 楚寒 以前我没追到你 现在也不行吗 啊 梁霄 你什么时候追过我 我一脸惊讶 楚寒 别装了 我一直喜欢你 你真看不出来 梁霄好像有些生气了 能看出来个鬼 你追人 追得也太隐晦了吧 我大脑高速运转 回忆起和梁霄 仅有的几次交集 这些细微的小事有很多 都是在我们上大学时发生的 一次是我在宿舍楼下 给承舟渡送榴莲 偶遇凉消 他看我在烈日下热得直冒汗 便说可以帮我送上去 我婉拒了 因为我好几天没见承舟渡了 想看他一眼 二十分钟后 我不断抹着额头上的汗珠 打着承舟渡的电话 承舟渡 懒洋洋说了声 马上下去 转身又一头栽倒在床上 可他忘了掐断电话 我听见了他的抱怨 明明可以配送 他却飞自己来 赶紧下去拿吧 这么热的天 小姑娘等了夸二十分钟了 设有提醒 没事 楚寒是体育生 身体好 不会中暑 我听到这些话 心里胀胀的 直发酸 看来是我关心过度 惹他烦了 我正想把榴莲交给宿管就走 却见梁霄走下楼来 给我吧 我拿上去 伞给你 小心中暑 梁霄从我手里接过榴莲 还递给我一把伞 还有一次 是我和承舟渡逛完街后发生的 晚上九点 承舟渡接到一个电话 说要和朋友去酒吧蹦迪 楚寒 你胆子这么大 应该不怕黑吧 承舟渡用的不是疑问句 而是陈述句 我不想被承舟渡嫌弃矫情 只好说 不怕 回学校 需要穿过一片林音道 树影重重 我一阵心悸 加快脚步 走到半途 我感觉被人跟踪了 正当我心脏狂跳不止时 却听见一道略微耳熟的声音 别怕 是我 我回过头 是梁霄 他说 自己也顺路回学校 有他一路陪着我 我在这条黑区区的路上 走得很安心 这些小事 好像都可以证明 梁霄对我有意思 可我不明白 他究竟为什么喜欢我 我整个大学 都围着承舟渡转 和梁霄的交集 少得可怜 梁霄 你究竟为什么喜欢我 我害怕梁霄 是因为 想和承舟渡一决高下 才把我也当作一件 可以争夺的物品 校运会那天 天气突变 浪潮汹涌 我因为溺水不自觉挣扎 死死抱着你 差点把你拖下去 当时那么危险 你明明有力气 推开我直接上岸 却还是选择救我 梁霄盯着我 目光真成 梁霄说的是 那次我下水就他的事 当时学校组织了 一个划船比赛 我没参赛 就在岸上当观众 梁霄也在船队里 他们那队训练充足 赢了第一 上岸时 天气忽变 刮起了大风 怎么回事 明明天气预报说 今天是晴天 辅导员提醒队员 快点上岸 梁霄稳住了船 让别的队员先上岸 瞅见他的救生衣 开了两根袋子时 我心里涌出一阵不好的预感 果然一个浪头打来 船翻了 我火速穿了救生衣 一跃而下 我水性好 还曾兼职过救生员 很快就拖着被呛了寄口水的梁霄 游到岸边 或就后 梁霄因为下水着凉 又受了惊吓 发烧到39度 被送到了医院 过了几天 我和成州度打得闹闹地 从食堂里出来 迎面撞上了梁霄 梁霄原本平静的毛子 再扫到成州度 搭在我肩上的手时 泛起一丝波澜 这要制拉伤效果不错 你用得着梁霄将一个袋子 塞进我手里 成州度问 楚涵 你啥时候跟我室友这么熟了 我怕成州度误会 赶紧解释 我上次救了梁霄 她给我要是在感谢我 梁霄看了我俩一眼 什么都没说 就转身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那一瞬间 她的眼神有些落寞 仔细回想了一遍 我这才后知后觉 梁霄好像 确实对我表达过一些 喜欢的意思 但我当时恨不得 黏在成州度身上 完全没有将注意力分给她 我沉默了一会儿 问梁霄 你有没有听说过吊桥效应 吊桥效应指的是 当人受到生理性刺激时 很容易把这种激烈的感受 误解为对身边人的爱慕之情 我觉得梁霄对我的喜欢 源于那次救援 这种感情并不稳固 我不想再被伤害一次 是不是吊桥效应 试试不就知道了 梁霄挑挑眉 忽然凑近我 语气暧昧 她喝出的热气 弄得我耳朵痒痒的 心也痒痒的 梁霄 我现在心累 没办法回应你的感情 我叹了口气 还是拒绝了 我不想再一次 深陷爱情的泥潭 也不想吊着梁霄 没关系 我可以等梁霄的回答 不带一丝犹豫 可我之前选择了成周度 放弃了你 你不介意吗 我忍不住问 梁霄勾了勾嘴角 声音宠溺 选错了没关系 再给你一次机会 坏了 真被她聊到了 篮球教练的工作很清闲 有了空闲 我就帮梁霄 抢夺成周度的客户 我对成周度的公司 了如指掌 一套组合拳下来 简直是精准打击 不到两个月 成周度的大客户 已经被我拉走一半 成周度用下属的 电话号码打给我 楚涵 你这样有意思吗 别忘了 你也是公司股东之一 是啊 作为创始人之一 我有公司25%的股份 这么说来 如果我将手里的股份 卖给梁氏集团 成周度的公司 大概率会被梁霄成功吞并 毕竟梁霄已经掌握了 大部分小股东的股份 再加上我手上的 成周度一定能被我们 合力踢出局 我没意思 你最有意思 是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背叛我们的感情 逼你把我踢出 我们一起创立的公司吗 寒寒 我承认是我冲动了 我这些天做事总是心不在焉 有时候我会忘了你不在 下意识喊你 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在意你要比沈阳多得多 见我依然强硬 成周度放软了态度 我冷笑一声 别打感情牌这套了 我知道你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成周度 你放心 我绝对会把股份全卖给梁霄 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 你为什么要帮着梁霄欺负我 成周度似乎心情很低落 沙哑着声音开口 楚寒 别开玩笑了 我知道 你舍不得这么对我的 接着 他又忽然自信了起来 他是真以为 我的脑子已经彻底被重铸了吗 过去是我有病 现在喝了中药调理好了 我倒 楚寒 我这么骄傲的人 都耐着性子给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成周度压着怒火 怎么 你的骄傲很值钱 放心 很快我就会让他一文不值 我的话音落地 成周度那边 便响起了霹里啪啦 东西掉地的声音 成董 您冷静一点 下属发出尖锐报名 我在一片混乱中挂了电话 两个月的时间 我和梁霄处理业务时 并肩作战 没事干就去打打球约约会 关系突飞猛进 已经实现了负距离接触 梁霄说 要带我见他爸 我很忐忑 害怕太子爷 他爸会说出那句话 经典地给你五百万 离开我儿子 梁霄被我逗笑了 叫我安心 说他爸性格很接地气 人也很和蔼 他爸听说 就是我在水里救了梁霄 激动地塞给我一个大红包 说我看着个头高 脸圆润 一定很有福气 成州度举办婚礼前 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楚涵 你现在还有机会挽回我 如果你说你还爱我 我立马让沈阳滚蛋 别了 你俩千万给我所死 一起祸害一千年 我回了他一句 发自内心的祝福 成州度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好 你厉害 我要惩罚你 看着我和别的女人 幸福一辈子 真的笑死 现在梁霄在我怀里 谁还会去在意一个死渣男 到了成州度婚礼的那一天 梁霄拉过我的手 走 哈哈 我们砸场子去 宴席上都是生意场上的大人物 沈阳的婚纱 恰到好处地 衬出他修长的脖子 和婀娜的身姿 此时 他正挽着成州度 四处敬酒 进到我们这桌 有人感慨 参加完成先生的婚礼 就该参加梁先生的了 真是好事都赶在一块了 梁霄 你也要结婚 成州度的目光 落在梁霄戴着的戒指上 嗯 正好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妻 楚涵 我刚上完卫生间 才回来 就被梁霄拉到了怀里 梁霄看着我 脸上戴着骄傲 像在向众人展示一件西式珍宝 我也深情回望着他 不 这不可能 成州度不可置信 粗暴地抓住我的手 他仍然以为 我和梁霄 没有实质的关系 只是为了联合起来气他 可现在 发现我和梁霄 带着一模一样的戒指后 成州度破防了 楚涵 你背叛我 成州度眼睛通红 成先生 楚涵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的妻子不就在你身边吗 梁霄眼神冷冷的 不 我不结婚了 韩韩 你回来吧 我这些天好想你 成州度忽然跪下了 这是闹哪出啊 周围人一片震惊脸 议论纷纷 沈阳几倍僵直 尴尬地站在原地 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老公 别恶作剧了 大家都真的信了 沈阳集中生智 试图挽回局面 谁知成州度狠狠一推 沈阳摔在地上 他语气厌恶 滚开 要不是你 韩韩就不会跟别人在一起 说着 他竟然上前 撕扯起沈阳的婚纱 你这件女人 当初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抛弃我 你不配穿这么好的婚纱 高定婚纱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沈阳尖叫着 他起来逃跑了 沈阳逃跑时 大屏幕上开始滚动播放 他在国外的混圈事迹 嘖嘖 没看出来 成州度娶的老婆 还有这么多风流运势 这些梁霄精心搜罗来的黑料 成了今天婚礼的最佳看点 成州度没管沈阳 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抓着我的裙摆 替泪横流 韩韩 你别离开我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是我弄错了自己的心意 原来我一直爱的是你 你不知道 刚才看见你和梁霄的戒指 我的心都要被撕碎了 我一脚踢开他 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滚开 你这个神经病 成州度忽然癫狂地大笑 周围宾客全都面面相去 有的干脆跑了 怎么感觉成州度精神不太正常 没错 成州度确实有精神问题 所以我那具神经病 让他彻底崩溃 暴露了真面目 成州度的家族 一直有遗传性精神病 他本人也在大意识发病了 含含 我好害怕 我感觉我不像个正常人 那天成州度试图当街 殴打一个老大爷 对我拦住了 当他崩溃的眼面大哭时 我抱住他 告诉他我永远不会离开他 此后 虽然他一直在吃药 也有找医生治疗 但病情依然时不时发作 再加上创业压力大 他承受不住时 不是想将整瓶药倒入自己嘴里 就是在家里砸东西 几乎每一次 都是我制止了他 温柔地安慰他 大概是因为 我见过他最阴暗真实的一面 他渐渐开始对我有所回避 我早就意识到了 他对我的回避 直到看到他和沈漾在一起 我彻底明白了 对承舟度而言 我是最阴暗 最不堪回首的过去 曾经瞧不起他的沈漾 现在却只能仰望他 可以给予他无限的快慰 疯狂大笑后 承舟度从地上爬起来 揪住了梁霄的衣领 梁霄 你就这么爱吃 我吃剩下的 梁霄的嘴唇 抿成一条直线 挥拳给了承舟度一拳 梁霄 你踏马找死 承舟度咬牙切齿 也挥拳向梁霄打去 梁霄一个过肩摔 承舟度的被狠砸在地 发出一记闷响 梁霄站在原地 眼神疲拟 像在看一个渣子 这一记是替楚寒摔的 走吧 没必要和一个神经病计较 我拉开梁霄 将神经病三个字 咬得很重 我是神经病 连楚寒都说 我是神经病 听到这句话 刚才还处在 亢奋状态的承舟度 突然神色恍惚 一下子颓然倒地 他坐在地上 不断重复这句话 你刚刚怎么拦着我 是不是还对承舟度 于情未了 舍不得他吃扁 梁霄在前面开车 闷声问道 和梁霄相处越久 就越能知道 表面高冷无比的他 其实是个醋罐子 我舍不得承舟度 真是天大的笑话 正因为我熟悉承舟度 才知道一句你是神经病 就足以让他丢亏气甲 曾经的爱人 一旦拔刀相向 只会直捅心窝 我甜甜一笑 从后面 搂住梁霄的脖子 不是的 宝宝 我只是怕 那个神经病伤到你 我和梁霄 即将举行婚礼 下班回家时 却见承舟度 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听说他在自己的婚礼上 大闹一通 因为精神状态太癫狂 被送去精神病院 住了一段时间 合作伙伴们也因为他的精神问题 不愿再和他合作 梁霄一鼓作气 将承舟度踢出局 收购了他的公司 再见承舟度 他胡子拉叉 脸色憔悴 看见我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连忙跑过来抱住我的腰 楚涵 我现在很难过 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你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抱着我跟我说 别怕 你还在 我不顾他可怜兮兮的 嚎叫和哀求 用尽全身力气 将他推开 喂 是六院吗 你们的病人跑出来了 我一通电话 精神病院的一群医生 就将承舟度带了回去 我刚松了口气 就见又一位 不速之客出现了 是这些天一直缠着梁霄的岳西 岳西自称是梁霄的青梅竹马 和他有婚约 我向梁霄问及岳西 我怎么没听你提过这个青梅竹马 梁霄皱眉 别听他瞎扯 他解释说 岳家当年和梁家一起合伙做生意 后来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岳西他爸就把梁霄他爸坑了 还好梁霄他爸应变能力强 硬是力挽狂澜 保住了家里大部分资产 现在看梁家如日中天 岳家又舔着脸回来了 还硬要把岳西送给梁霄当媳妇 梁霄一直拒绝 但岳家找到机会就硬往上贴 岳西挑衅道 楚涵 成家的公司现在落到了梁霄手里 你对梁霄来说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现在离开他 总比他自己甩了你体面些 像你这种女人 成周度看不上 梁霄更看不上 梁霄也回来了 他护着我 对岳西冷声道 再死缠烂打我就报警了 梁霄 我到底哪里比他差 岳西做出一副被辜负的可怜模样 哭着质问梁霄 哪里都比他差 根本没法比梁霄杀人住心 岳西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走了 我没想到 人心竟会如此歹毒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天台的风很大 成周度劫持了我 将刀尖对准我的脖子 楚涵 既然我们活着不能在一起 那就一起去死吧 在下面那个世界 我们会幸福的 梁霄跑上天台时 成周度已经划破了我的脖子 微热的血一点点从刀尖渗出来 成周度将我拖到了天台边缘 你放开楚涵 我陪你死 梁霄大喊 成周度看见梁霄 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嘴里漫漫咧咧的 行动更加疯狂了 我头晕目眩 又流了很多血 直接晕死过去 醒来后 我看见梁霄胳膊上包着纱布 见我醒来 她一扫憔悴 扑上来抱住我 寒寒 幸亏你没事 说着 她趴在我肩膀上哭了 说因为她的事 连累到我很愧疚 我回抱住她 手轻轻 在她背上拍着 原来 月曦被梁霄拒绝后 恼羞成怒 想办法混进精神病院 将承舟度放了出来 月曦为了刺激承舟度 将她偷拍的我和梁霄的 甜蜜照片拿了出来 承舟度本来精神就不正常 这下更是大受刺激 要和我同归于尽 警察出现后 承舟度过度慌张 失足从三十层的高楼摔下 抢救无效死亡 听说临死前 她嘴里含着血 模仿着我常对她说的那句话 别怕 我在 我叹息一声 我用我的血泪 教训悟出来一个道理 一个女孩永远不该去 当别人的救赎者 单向的拯救太过沉重 双向奔赴 才能带来幸福 月曦多次请求见我 想让我给她出谅解书减刑 她还卖惨 说自己走投无路了 如果不嫁给梁霄 给家里还债 她爸就会逼她 嫁给四十多岁的爆发户 梁霄脸色铁青 谅解个鬼 敢伤害我的寒寒 她活该 我自然没理月息 心术不正的人 就让她下半辈子 好好在监狱里 畅量量好了 我和梁霄婚后很和谐 和梁霄的爸爸 也出得很好 龙舟赛时候 我和梁霄 去给她爸加油鼓劲 月圈很重视赛龙舟的活动 能参与这个活动的 都是家里有实力的人 群雄会翠 就争一股劲了 我在岸上使劲敲锣打鼓 震得自己耳膜都要炸了 谁家小姑娘这么有劲 龙舟队的队友问 她爸憨笑了一下 厉害吧 这是我家儿媳妇 龙舟赛结束 夜幕降临 烟花大会开始了 我们在人群里 看着夜空中绚烂的烟火 食指紧扣 享受着喧嚣中的二人浪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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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